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斯福利德曼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中国能否挽救美国经济 那这个挽救俄罗斯经济 这个话题呢 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的理由呢大概是有这么几条呢 一个就是说 这个中国是个经济强国 但是呢 他没法供应这个 俄罗斯需要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飞机零件 和高端这个半导体芯片 那么现在实际上我们还是知道 就是中国拒绝向俄罗斯供应这个 这个飞机零件 因为现在 因为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会有长臂管辖 就是你如果说把我 你的这个产品中间 含有我的软件或者硬件的 这个产品 你供应给俄罗斯 可能你这个公司就会被制裁 所以被制裁就说 我不会再给你供应这些东西 除非你接受罚款 同时呢 不再继续这个 破坏制裁的行为 那 那才可以 所以 我们看到了就是 中国不给俄罗斯供应零件 也不给这个 也不给俄罗斯这个 这个商品服务 提供这种银行服务 我说的是这个像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这样的 有国际业务的大银行 那么我们也看到的俄罗斯呢 在他的这个禁运的这个名单上呢 货品名单上也没有中国 就是说有些原材料 他也不给中国出售 那么这个普京也是比较有个性啊 就是你要制裁我 我先制裁你啊 那么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就是说中国的银行和企业呢 也会像其他西方企业一样 自行实行制裁 我刚刚看到一个 一个报道是说 这个华为的两个董事辞职 因为华为不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对华人来讲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但是这两位董事呢 也已经做出了 这个自己的一个决断啊 就是因为这个乌克兰 这个被俄罗斯入侵这个事件啊 很多事件 很多事情啊 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还有一点呢 他提出来的就是说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呢 主要是乌尔尔山以西 就欧洲部分 那么中国呢 经济呢 在东南沿海 那么这样会有一个漫长的这个 所谓一路一带啊 这个亚欧清击带啊 通过火车啊 这个火车运输和陆运和海运 还是没法比 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高啊 价格高 但是他好好有一点好处 他快啊 他比飞机们可是比这个轮渡啊 比这个货轮要快啊 所以呢 就是有一些商品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实际上这个亚欧大陆这个大陆桥啊 这个一直是达到欧洲的啊 就达到西欧的 所以我认为呢 他这个说法呢 不是那么特别有说服力 不是那么特别有说服力 那么中国和欧洲呢 和俄罗斯会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我的看法呢 可能经过了这一次这个制裁 咱们这样假定 这个一旦这个和谈停火达成啊 俄罗斯退出这个乌克兰之后呢 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啊 会有更进一步的融合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呢 实际上俄罗斯的状态就有点像朝鲜 就是在制裁期间 他会极其依赖中国的经济 当然不是单方面输血 不是说中国给他借钱 那中国给他投资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看到就是报道 中国已经开始 这个国营企业已经开始和 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石油企业 已经开始谈了啊 看看是不是能够入股啊 干嘛的啊 是有这个东西 那么 在这个 在这个中俄这个经济这个一体化的上来讲 我的看法就是中国需要 需要这个俄罗斯的啊 在中俄这个经济一体化 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 需要俄罗斯的这个矿产啊 石油啊 中国新疆也产石油啊 还需要这个 他的原材料 同时呢 中国的商品可以输入给 这个输入给俄罗斯 那么 现在这个欧盟这个制裁 暂时上来讲呢 可能欧盟这个石油啊 天然气 这个中国一时之间还补不上啊 每年俄罗斯有1000亿的这个收入啊 1000亿美金的收入 从这个石油天然气出口 那么中国可能现在还达不到 但是双方的贸易额呢 在三年内 它是要增长到2400亿啊 2400亿 那么 同时呢 我刚才讲 大银行不敢跟他做 做这个合作 小银行可以啊 一些什么昆仑银行之类的 小的专业的银行 没有这种国 这个国际市场业务的银行啊 那么可以跟 这个俄罗斯有这方面的 合作啊 就是双边贸易 纯粹的双边贸易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我的看法就是 俄罗斯 他就是在正在迅速的变成一个大好朝鲜 那么他从经济上 对中国的依赖啊 会这个越来越强 当然中国也会考虑尽量的避免触碰啊 那些西方国家制裁的那些领域 或者即使有有这个状况 也是小额的通过小的这种商业机构进行 就像华为给这个提脑卖武器一样 他也通过一个小的间接的公司来实施啊 这样这样的话实际上他是保持一种克制 客观效果是保持一种克制 但是呢 我想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消费市场和投资这两块呢 中国中国在这个未来可能会大作为 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中俄的联合声明 两国元首在2月4号前的联合声明中间 也提到了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往中亚啊 和这个西伯利亚地区啊 这个进入的这个可能性 就是俄罗斯会过去会过去都是非常紧张 那么在现在已经开始松口啊 开始松口 那么可以讲这个普京他作为一个所谓的大大沙俄主义者啊 他的这种 他的这种算盘啊 他的这种盘算 他的这种幻想 实际上跟俄罗斯的现状差别太大 那么只要考一点考虑一点俄罗斯的这种真实的经济实力 真正的社会状况啊 他都得啊 都得向这个市场的逻辑区服啊 向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区服 那么在这种鲁莽的这个战争啊 开打之后 他确确实实 这个手里的牌不多啊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能够求助的对象也不多啊 从总体来讲 那么简而言之啊 总而言之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啊 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是达的十倍啊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你要说中俄结盟啊 在经济这一面上来讲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尤其是这次战争 俄罗斯几乎打得很难看啊 那么他和习近平的这个 在习近平的说服力啊 应该是大幅度减少啊 所以今天回到今天的标题 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能否一体化啊 那我的看法 有很大的这种潜力 但是两边的实际上 还是有一个问题啊 还有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大号朝鲜 实际上他不是市场化的啊 不是市场 那么而中国这种面向全球化这种强劲的这种 制造力啊 强劲的投资和这种消费力 能否和这个俄罗斯这个日益萎缩的同时又被西方制裁 那么普京实际上我基本看他是不懂经济啊 啊就是满脑子这种大大沙俄主义的这个理想 那么这个东西能不能很好的吻合起来 也是一个大大的温好 只是说客观上有可能 啊他应该是经济 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互补性的经济体 但是我想因为双方的政治的差异还是有 所以这个 不是不是很乐观 好这个话题呢就跟大家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如果您觉得节目还不错 请点赞 那么也希望你在这个留言区留下您的宝贵看法 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